現在台中市的大宗運輸工具 越來越方便囉 民眾來到市區玩不一定要開車 其實租借i-bike也是很方便省時的唷 跟上台北市的腳步 台中市區現在也有微笑單車 21站550輛的i-bike 讓民眾更能用樂活悠遊的腳步踏巡城市之美 比方說中西區就很適合 最近在台中有一個很夯的地方 不管大嫂朋友來到這裡都會很開心 而且拿起相機手機就是猛拍照 這個地方到底在哪裡 真相只有一個 跟海賊王一起踏上偉大的航道 與瑪麗兄弟一起打敗酷霸拯救公主 烏龍派出所裡浩強又風趣的阿良前輩 還有叱炸球場風靡少女心的櫻木花道 來到彩繪動漫像大家都好入戲 整座城市都成了我的紫牌館 讓人忍不住想裝可愛一下 這個喔 這個也小孩小烈啊 這個以前四驅車的 我喜歡小玩子 真的啊 很愛 對啊 然後就畫一整家人在那邊 就覺得還蠻可愛的 不錯啊 帶小朋友來拍照 很好玩 畫得夠不夠精緻 畫得很好 跟原作差不多了 城市的迷人風景就在巷弄之間 不同於坐在車上看風景 騎上微笑單車 心情也跟著好了起來 結束了動漫像 我們往文創像前進 復古又懷舊的老式建築 在重新活化之後有了全新風貌 藤蔓懸掛在老屋外牆 為冰冷的城市點綴了綠意 每一棟都有專屬特色 逛得累了找間咖啡店歇洗一下 吃個甜點又是另一片風景 是還蠻特別的 而且你會進來就會想要 就很多種自己的景色 因為它每一間店的氛圍都不一樣 我們當初會來這裡 其實就純粹就是 被這裡的環境所吸引 它整個的空間 氛圍 甚至是這裡的人 都是非常的親切 在城市漫遊 用一種浪漫的步伐 為愜意生活完美定義 還有紅茶紅鳥專 其中七方報導